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真是奇了怪了 秋红姑娘 是陶妈妈呀 秋红姑娘这是怎么了 刚刚我去厨房 帮文姨娘拿了些粥 谁知道 厨房的婆子竟然追了出来 还把粥拿走了 说什么弄混了 吃坏了可就不得了了 那兴许是混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进去了 嗯 秋红姑娘 你刚说 什么弄混了 是啊 怎么了 陶妈妈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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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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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米 唐妈妈 你这么慌慌张张的是要干嘛去啊 我 我没事啊 对 你忙你的 忙你的 我忙我的 她平时也不这样啊 坏了 怎么样 怎么样 姨娘别急 事成了 真的 姨娘这招用的可真是妙啊 接下来我们这款看戏便好了 对了 就是不知道夫人那边会怎么做 这么大的把柄落到夫人手里 她如果有仙夫人当年的气魄 定会借此机会扳倒乔姨娘 夺回掌家大权 以前啊 仙夫人对我们文家不错 不 既然夫人是她妹妹 以后肯定也是好相处的 所以我们文家翻身 指日可待 陶妈妈 你也是大姐身边的老人了 你可知道构线主子 可不是几个板子就能过的事 夫人您放心 我若没有真凭实据 怎敢做那捕风桌影的事呢 对了 夫人 您是没见呀 那些米袋子 只有上面薄薄的一层是精密 底下全是发霉的 一看就是有人动过手脚 我看呀 这乔姨娘是早就打好了主意 要在这诗周的两米上捞一把 就算平日分力不够花销 可乔家附属殷实 想来也不会缺银子 又怎会如此为之 夫人您是高看她了 有哪个不是见钱眼开的呀 是 乔家是附属不假 但那乔家 也不是她乔连峰一个人的乔家呀 你确定你看到的是梅米 可看清楚了 我看清楚了 我 我要是胡说 就 就让天上的雷劈了我 对了 我刚才还打听了 周棚里面也有不少的存粮 此事还有谁知道 现在看来 除了张妈妈的手下 就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你又是如何得知 文音娘屋里的秋红 她说她拿错粥了 那拿错粥又怎么了 我想着 肯定是米上出问题了 我就去量仓看了看 对了 我回来的时候啊 还碰见张妈妈的丫头 夏琳了 此事事关重大 千万不可胜仗 走 陪我去量仓 嗯 张妈妈 张妈妈 出大事了 方才 我瞧见陶妈妈 慌慌张张地从梁仓的方向走过来 我刚去一瞧 谁承想那梁仓的门 你倒进来是开着的 依我看 他定是知道了 你 你现在赶紧回去 赶紧把粮仓的门锁上 谁都不能再进去了 回去 好 等等 去 把粮仓门打开 要是在张妈妈那儿 张妈妈在哪儿呢 我不知道 夫人 不然咱找人 把门撞开吧 哎 哎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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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儿啊 周蓬丽现在用的全是梅米 这样查下去可就全完了 你好大的胆子啊 竟然敢用梅米诗招 你知不知道太夫人多看重这件事情 你要去银子跟我说就好 你为什么要动震灾粮啊 姨娘 姨娘我错了 都怪我那个逆子欠了一屁股赌债 命都快没了 我怎么有脸跟你说呀 这梅米用多长时间了 两天 就用了两天 我也是等太夫人她们去寺庙上香了 我才敢用她 原本想 买些梅米替上 赚些银子 等银子够了 堵上窟窿 谁真想 谁真想 这就被发现了 你知不知道 梅米是会吃死人的 要是真的出了啥 朝廷怪罪下来 整个徐家都会受牵连 侯爷 侯爷会怎么看我 姨娘 姨娘 我错了 是我连累了你 我正对去找侯爷 我跟侯爷和太夫人请罪 告诉他们都是我的错 跟姨娘您没关系 不可 你是我房中的人 我怎么样都脱不了干系 修园 立刻去乔家见你 只要赶在罗氏阴瑶 发现之前 把梅米给换掉 这事就还有挽回的原因 事不宜迟 立刻出发去周棚 谢姨娘 谢姨娘 你